歡迎回到新聞現場關心一連串國內的消息 先來看到中華職棒25年的總冠軍賽 將在本週六開打了 要由Lamigo迎戰的是中信兄弟隊 那麼從今天開始呢 UDNTV的最好體育新聞將一連三天 帶來台灣大賽的對戰分析 對 首先來看到上半季的季冠軍Lamigo桃園 在下半季呢 因為部分主力的球員受傷 使得戰力受損 不過隨著大賽的腳步接近 球員們已經逐漸調整到位 希望帶著最好狀態來邁向超級惡霸 Lamigo桃園隊拿下了中華職棒25年 上半季冠軍 Lamigo桃園隊上半季的戰機獨走 也順利取得台灣大賽的門票 不過進入下半季 卻有不少主力球員受傷或陷入低潮 使得半季排名滑落到聯盟第三 幸好大多數的球員們 都能趕在總冠軍賽前及時調整歸位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四排總冠也新秀藍一輪 本季的打擊成績一點都不像第一年打直棒的菜鳥 而且對戰中信兄弟特別有心得 他以過人的拚勁駐車 卻因為太拚命鋪來弄傷手腕 幸好他也敢在總冠軍賽前付出 甚至還在球隊的分組對抗賽敲出安打 其實完全恢復是還沒 因為還是有一些激勵 他退化激勵 然後現在也一直在做激勵 因為已經拚了一整年了 然後最重要的不是離勤賽 而是我們也有打進總冠軍 然後也告訴自己說 這四場或是七場是多麼重要 這整年度最重要的比賽 然後就把失誤率降到最低 另外主力投手王一鎮 下半季因為手肘不適表現受到影響 不過他也在九月逐漸找回身手 也在對抗賽拿出好表現 讓教練團吃了一顆頂心丸 確定扛下總冠軍賽前兩場之一的先發重責 下半季在投的時候 好像都在五六局五六局的時候 開始會有小狀況 然後後來慢慢調整 調整到可以投到七局八局 七局八局這樣子 速度有回來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部分的控球 還要再去把球壓低 或是一些軌勁 要再重新調整一下 身體的那些體力 什麼之類還是要重新調整這樣 這日桃園近四年第三度問頂總冠軍 不過卻是包含前身蠟牛熊在內 對是首度在總冠軍賽 碰到黃山軍中姓兄弟 兩隊今年例行賽交手 桃園隊以26勝一合13敗 取得對戰優勢 但值得注意的是 13敗裡頭有10敗集中在下半季 如何突破對方新洋頭的封鎖 是桃園隊的重點課題 他為什麼會去找一個扣底進來 他也是覺得說他應該是要用做頭來對我們 事實上效果也不差 所以下半季這樣 我倒也不是覺得很意外 只是說我們在總冠軍這七戰 我們要怎麼去改進我們下半季 對他們某些投手打不到的缺失 如何去做改進 這是我們目前要做的功課 雖然球員一一到位 桃園的板凳深度就此展現 外野和三野位置 隊友充裕的人手能夠替換 另外也別忘記他們的最佳第十人 全員主場爆滿的死中球迷 藍米狗要把握主場優勢 延續了例行賽 全聯盟最高的主場勝率 拋下藍色彩帶 完成超級二霸 有一點清明 許佳若 讓你來傳桃園報道